Hello 又是我Sally 不經不覺Post 76即將踏入第22週年 想知道我們有什麼精彩搞作 就不要走開 一年一度的Post 76週年台慶又來了 今年的活動會在旺角瓦蘭中心3樓渡鄉酒樓舉行 一期是12月2日晚上7點 今年是Post 76玩樂網成立22週年 當年不少得的就是台慶必玩的環節 76大飲養擂台 還有其他有獎遊戲和押續大獎環節等待大家去參與 以去年的往績來推算 總獎品的價值可以高達20萬 活動當晚我們還會正式發佈 籌備已久的Post 76玩樂APP 有了這個APP 大家就可以更方便地看到最新的影音新資訊 非常值得大家期待 想報名參加的朋友 記得即刻按下面的說明欄連結 入去活動貼那裏報名 Eva Solo推出全新旗艦級DMP A10數碼音樂播放器 一機兼備了音樂串流 DAC和前級放大功能 用上ESS9039 Pro旗艦級DAC晶片 以及雙線性電源 有助減低噪音和失真 支援兩組同軸、兩組光纖、HDMI-ARC和USB-B接駁 搭載第三代XMOS 316音效處理器 新增數位對數位轉換功能 支援多種音樂串流服務 亦都內建數位房間矯正技術 可以根據房間特性 自動去調整音質的準確性 DMP A10數碼音樂播放器的售價 就是3680美元 CLEAR推出開放式藍牙耳機 CLEAR ART3的頂級型號 是全球首款支援心率監測 Dulby Atmos音效 以及AI智能降噪的開放式藍牙耳機 它具備了獨立的ADI放大 以及GreenWave Technology AI晶片 提供卓越音質以及運動監測功能 搭載16.2mm定制覆合生物震膜動圈單元 具備DBE 3.0動態低音增強技術 配備首創的AI ANC智能降噪技術 防水等級達到IPX7 並可具備殺菌功能 充電盒配有1.6吋高解像觸控屏幕 支援最新藍牙5.4 用家可以透過專屬應用程式 Clear Plus的AI教練功能 設計個性化運動計劃 開啟ANC的時候 耳機有8小時的續航力 Clear Arc 3 Max的售價就是2599元 Clear Arc 3 Max的售價 Watfordel全新推出Linton系列的升級產品 Linton Super喇叭 在雙體、分頻器和喇叭單元上都有所提升 新喇叭的雙體比原版高了4cm 採用雙層纖維板和阻離膠減少共振 用上左離塗層圓頂25mm高音單元 13.5cm Kevlar圓最中音單元 以及20cm Kevlar低音單元 低頻延伸可以達到32Hz 新設計將驅動單元訊號分為兩個獨立電路板 有助減少低頻元件對高頻訊號的干擾 提供胡桃目、桃花心目和黑橡目三色選擇 亦可另購喇叭支架 Linton Super喇叭的定價是$2299 Halman Kardon將推出最新的藍牙喇叭Honest Studio 9 採用二路分音設計 搭配兩個20mm高音單元和120mm低音單元 總輸出功率達到50W 具備讀家Constant Sound Field的聲場技術 提供沉浸式音效體驗 經典圓形造型的簡約設計 配以高質感材料 為現代空間增添了優雅感 喇叭支援藍牙5.3規格 兼容最新Aurocast技術 能夠與其他品牌的喇叭同步播放 還配備3.5mm和USB-C端子 用家可以透過Halmer Kardon 1 應用程式自訂音效和管理多個喇叭操作 有經典黑和淺灰兩色可以選擇 建議售價就是299.95美金 BangQ最新推出4K投影機W2720i 搭載4LED光源 亮度最高可以達到2500流明 搭載AI技術 能夠根據環境光源和影片內容 自動調整色彩和亮度 支援HDR10和HDR10 Plus畫質 亦都配備Film Maker Mode模式 內置Android TV系統 可以直接使用Disney Plus、Netflix等串流平台 擁有3個HDMI 2.1端子 支援EARC接駁 採用獨家Cinematic Color技術 支援95%DCI-P3色域 環保LED光源 壽命可以達到3萬小時 只需要2.7M 就可以投影出120吋的畫面 BangQ W2720i售價就是$1,999歐元 Samsung 8K MicroLED 和4K Onyx LED 近日進駐巴黎百代公劇院 用上7塊屏幕做主打 當中包括1塊8K MicroLED屏幕 4塊4K Onyx LED屏幕 以及2塊2K Onyx LED屏幕 這幾塊LED屏幕 獲得DCI數碼戲院組織的認證 亮度可以達到300nits 對比度獲得大幅提升 另外新屏幕更加支援3D功能 可以配合主動式3D眼鏡使用 目前Onyx戲院已經進駐 歐洲、美國和亞洲多個地區了 致力為戲院帶來全新的視覺體驗 根據Apple爆料人Mark Gurman預測 具有個性化 亦能夠理解指令的Siri 需要等到明年的iOS18.4版本才會推出 據知新版本將會加強螢幕感知功能 會為螢幕上出現的文字和影片資訊做綜合分析 隨著時間理解 並處理更多應用程式中的內容 亦可以根據信息作出一些回應 另外新版本將會讓Apple Intelligence 引入更多語言 包括中文、法文、日文和西班牙文等等 聖傳Apple可能還會發佈 能夠支援Apple Intelligence的新一代iPhone SE 將Apple智能生態推向平民化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這條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下小鈴鐺 記得分享給更多朋友觀看 和留更多言 我全部都會看的 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